巨人东力和布洛基说 路飞的样子长得像阿尔巴夫 传说之中神的样貌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就证明巨人之神就是太阳神尼卡 其实还是呼应了我一直在说的 路飞终会变成通天巨人的这个可能 合作过大脸之中 路飞觉醒尼卡果实 另一边玛丽切尔之上 盘古城之内 五老星激世出香蕉果实 其实就是尼卡的真面目 为什么在盘古城呢 盘古城的盘古 其实可能也在呼应尼卡背后 盘古巨人的主题 两年前打败金狮子的时候 路飞展现出了巨人之腹 也就是只把腿变巨大 合作过大战打败凯多的时候 路飞先小事牛刀的 变了一个小巨人出来 然后最终打败凯多的那个招式 猴神冲 其实是用他变出的超巨大的手臂 重重的砸向凯多 超巨大的腿和超巨大的手臂 我们在两年之间 已经先后在路飞身上看到了 终有一天 我们会看到完整版的 通天巨人路飞 统领包括巨人族在内 所有海贼王巨型生物的 白色的超级巨人 太阳神尼卡